我们开始来看样本数估算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要了解到样本数估算 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第一个就是我要避免掉说 我最后做出来辛辛苦苦 这手腕做出来之后 没有办法下任何结论 没有办法下任何结论 所以我需要来确保一件事 我目前的样本数已经足够了 帮助我去下结论 帮助我去下结论 第二个各位了解到 我要足够大 通常我们也算一个 最少需要多少样本 最少需要多少样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我有可能我不需要过多的一个样本 因为我会花太多的成本 我会花太多的一个成本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个数目 这个数目既可以让我们够大可以去下结论 也不会说因为太大 我没有办法去收到这么多的一个样本 好 那这是第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 来 第二个 来 各位可以来看到 第二个可以来看到 那么我们要来估算样本数有哪几个主要的方法呢 那第一个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我可以用人家已经做好的 已经publish的那一些table去参考它 然后呢 告诉人家说 我参考哪里 然后告诉人家大概需要多少的sample size 那像这一类已经做好的table 通常你能查到的统计方法对应的一个样本数的话 通常都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 那一些比较advanced的统计分析方法 你比较难用这种publish的table去查出来 比如说你只要做到像survival 存活分析 或是呢 你有做到那种repeat measurement 重复测量 longitudinal那种 长期追踪那种 你就很难去查到了 那是第一个最方便 第二个就是怎么样 你要找一个软体来帮你来算 找一个软体帮你来算 那不管你找任何软体的话 你起码要知道 你后面要用到什么统计分析方法 你才可以操作软体来算 好 第三个 如果你这个分析里面用到的统计方法 非常特殊 现阶段软体也不能做 那软体不能做 你怎么办呢 你只好去查出原始的公式 自己套公式来算 自己套公式来算 这是最后的一个方式 自己套公式 然后用个excel来计算一下样本数 好 那这是决定样本数的主要的几种方法 好 那接下来来我们来看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来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我们收集到的一个资料形态 那这个早上有跟各位提到过 那现在再做一个简单的review 那第一个呢 各位可以看到连续型资料 比如说血压年龄 体重这一些 第二个类别型 类别型又可以分成 nominal跟ordinal 你看哦 nominal ordinal还有什么呢 还有dictumulus dictumulus 是类别变相里面最特殊的 又称之为binary 二元的 两类的 二元的 那所以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这个 这个binary data 其实蛮常见的 通常yes or no 或是呢 呃 活着啊 或是死亡啊 这种很常见 哦 那ordinal data呢 比如说呢 stage 哦 我的cancer的stage 哦 那nominal 当然比如说是 你是哪一种cancer啊 或是哪一种死因 或是 呃 这个性别啊 这种都是nominal 哦 那这个是刚开始呢 了解一下 哦 了解一下 怎么去 呃 资料好 那 确定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 哈 来 第一个 最基本的 我们要比两组 然后我现在的outcome是 类别型 连续型的资料 连续型的资料 continuous 所以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这里的对应的统计分析方法 各位注意到 来 有母数方法 独立样本 用independent t 相依样本 用pair t test 好 五母数方法 这两个对应的五母数方法 来 independent用manquitney u pair用 viel康生 siren test 那 所以viel康生 siren test 就是对应于 pair t的五母数方法 所以呢 这里 这里 大家也稍微 稍微 比较一下 那注意到 这里的 有母数跟五母数 差在哪里 五母数就是什么 你小样本 或是非常态的资料 好 那这里有特别把它标注出来 小样本 或是非常态的资料 小样本 或是非常态的资料 五母数 好 来 这是第一个 连续型资料 连续型资料的部分 那 第二个 如果要相关系数的话 通常有三个 pearson correlation spearman 跟candle 三个相关系数 三个相关系数 好 这个先前都跟各位提到过了 只是做一个review而已 好 那接下来各位来看 来 各位来看 这个叫多因子的分析 如果我今天做多因子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one way ANOVA one way ANOVA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比较平均值 比较多个组别间的平均值 通常是三组以上 三组以上 三组以上的平均值 我会用anova 如果刚好两组的话 不用讲 我用t-test就好了 我用t-test 那三组以上我才会用anova 三组以上我才会用anova 好 第二个 各位可以来看到 这是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主题 Multiple regression 多元回归 我主要是要去检查什么呢 几个可能呢 影响的解释变相 针对我的 outcome是连续的 那么 logistic regression是什么呢 一样要找出影响的因子 但是我现在的 outcome是binary 所以这里都标出来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好 好 那接下来这张table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张table 原则上呢 这里就包含了很多各位会用到的统计分析方法 那 各位可以看到它依照 outcome的资料形态 以及我factor的资料形态去区分出来 所以下次你如果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稍微先查一下 可以先查一下这个table 看看你对应的分析方法大概是哪一种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看到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normal 有一个normal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interval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我的常态分布 那这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呢 我这里呢 也是normal 也就是x跟y都是常态分布 我就用pearson correl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那如果是一个normal 一个不是normal 用spearman 这是我们刚才才结束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马上去告诉你 各种对应的方法 那ordinal ordinal对normal spearman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table基本上呢 都帮你整理出来的 各位可以比对一下 比对一下这些结果 比对一下这些结果 好 然后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到 比较特殊的这里 有一个survival的部分 最后一栏就是survival的data 这个叫做time to event data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用log rank 以及cost regression cost regression 好 那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方法 也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常用anova 那anova对应的五母数方法 是什么 cross covales kw test kw test kw test klas covales test klas covales test 好 那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对照 下次呢 大家如果你刚开始不是很熟 你可以稍微先找一下 针对你不同的资料形态 你大概是用了什么统计分析方法 再依照那个统计分析方法去估算样本数 好 好那这个table大概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常去看到的 好那接下来呢 来各位可以看到 第二个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母数 有母数跟无母数方法的比较 T test Makritney Makritney anova Krascovales Pierce & Spearman 所以呢 这个给各位做参考 好 然后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unmatch跟match data 什么意思 unmatch就是独立样本 match就是相依样本 那所以 来各位看到 如果我是两类的binary的资料 相依样本用macnema test 独立样本用karsquare test 卡方检定 卡方检定 好 如果是常态跟不符合之下呢 独立样本用T test 相依样本用pairT test 好 那后面呢 基本上就是无母数方法 然后给各位稍微去看一下 Makritney 跟那个wilkonsens siren test 好 好 那接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来 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这个部分呢 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我现在呢 如果说 有重复测量的资料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 两个repeat 两个repeat是什么 两个repeat其实就是特例啦 我只有前后测 我只有前测跟后测 就是两个repeat 那三个以上repeat是现在的研究设计比较常见的 就是除了前测之外 后面还追了两次 比如说 你会短时间追一次 然后 拉比较长时间又追一次 那这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个repeat 那个长期追踪的一个设计 三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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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各位就可以来看到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是常态分布的话 那两组独立样本T-Test 像一样本Pair-T 三组以上 独立样本Anova 那如果是repeat 就是mixmodel跟GE 这个也蛮常见的一个方法 给各位做参考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来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如果说你要来做regression的话 那这是对应的regression model 我的outcome的资料形态 如果是interval 就是连续 你把它想成连续型资料的话 就是multipolinear regression Dictimulus 就是binary 两类的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time to event survival cost regression 好 那以上呢 这几个table 下次呢 大家如果需要来 刚开始不是很熟 想要去找一下对应的统计方法 你可以来用这几个table 好 那接下来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如果要正式来算样本数了 那第一个 我可能要算proportion比例 那要去算proportion的话 通常这个outcome呢 是所谓的一个类别型资料 类别型资料 我才会去算 我才会去算 类别型资料proportion才有意义 你今天如果类别型资料 你算min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好 来 所以来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 来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如果要算proportion的话 我需要的讯息有哪些 第一个 各组 这个估计出来的 估计出来的比例 各多少 第二个 significant level significant level 就是我们俗称的alpha 第三个 power 减定力 减定力 第四个 最小的 感兴趣的一个效果 那最后一个 weight指的是什么 两组的比例 你是不是1比1 还是1比2 还是2比1 还是1比3等等 好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基本上 他的一个outcome 是死亡 或是 Chronic lung disease 所以是类别型的 outcome 类别型的 outcome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死亡 或是Chronic lung disease 好 那所以他是类别型的 所以我们在估算样本的设定 各位就可以来看到了 估算样本的设定 好 那第一个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今天如果要估算样本的话 在touch group的一个 发生率 的设定 67%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设定 好 然后我的 significant level 就是α 这一般我们都订0.5 这个不会变 这个不会变 第二个 power 来 各位可以看到 他订了 90% 就表示β是0.1 那power 等于1-β 等于0.9 好 那各位注意到 各位注意到 这个 这个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type 1 arrow 这个 一般就是我们讲的 type 2 arrow 行医误差 跟行二误差 好 好 那一般啊 像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power 定的稍高了点 这个除非你有十分的把握 power 一般我们在临床试验 或是你自己在收案 很少 很少会定到0.9了 因为怕你 你的样子出收不到 你收不到这么多 所以一般我们 比较常见的定法是0.8 好 一般我们刚开始在估算比较常见的 我们会定0.8 会定0.8 好 那接下来 来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里一个设定 这个 这个蛮重要的 这个叫最小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研究者的感兴趣 最少的效果是多少 他定了多少呢 他定了11 他定了11 所以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这里 这里 其实 一件事 就是我的实验组 他的发生率是56% 好 好 那 各位注意到不管之后你要用任何软体 你就要注意到这里的设定 有些软体是希望你去定义出这个 有些是个别定义发生率是多少 好 那么注意到你做实验的对象如果Ctrl Group是健康族群的话 通常这个发生率好找你去找文献 你去找文献就好 好 那这个东西你通常呢 这个东西才是重点 这个东西通常你送审呢 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被做文章 被做文章 因为这个通常就是我们俗称的临床上的效果 或是叫做差多少以上才叫做有明显的差异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刚才我们讲过了喔 铺算样本数的话 我如果POWER设定越高 我算出来需要样本数越大越小 越大对不对 POWER设定越高一定越大 这合理 那我这个呢 我效果如果设定越大呢 我刚开始设定的两组的效果差异 也就是效果很明显 越明显的话 我算出来样本数越大越小 越小 越少 对一定越少 但是问题来了 你刚开始设那么大你办得到吗 不见得办得到 各位了解意思 你有可能辛苦做到后面发现 它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那这也是常常 常常发生的一个真结点就在这里 就是有些比较严格的你送审的话 他会针对你这个地方一直一再的问你 你为什么可以设这个数字 要不要再设保守一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研究者想要稍微把它拉高一点 我样本数可以不用那么大 这没有错 那但是呢 一旦拉的太高 你就要有所依据 你就要有所依据 所以一般注意到 文献 你最好cite一个文献 你最好cite某个paper 告诉人家说 你去看到什么 非常类似的 非常类似的做出来 它的设定是多少 或是哪篇paper它做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你告诉人家有这个依据 你告诉人家有这个依据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那在这里的一个设定大概就是比较重要的 那所以各位记得原则就是什么呢 Power设越高 样本数一定越大 这个叫Effect size Effect size设得越大 样本数一定就越小 那你要折中 你要取一个折中 要我真的可以收到 然后我要能确保我要能办得到 我要能侦测出来这个效果 好 那所以 稍微去注意一下 通常你的control如果是健康族群的话 你是非常容易少的 那怕的就是你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你要有所依据 那一旦没有依据的话 通常呢 这个 这个在审查这个地方的人 他会跟你说 他会建议你 射得保守一点 你不要射得 你不要 也就是说你不要 你不要去夸大你那个Effect有多大 射小一点 那当然射小一点 你就会 Simble size就要很大 好 来 那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来看到 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在这样设定之下呢 你就可以来估算你的样本数 好 好 那 如果各位的电脑有R的话 你也可以跑看看 你也可以跑看看 那这是R的指令码 那R的指令 R其实你如果没有要做很难的操作的话 你就把指令码复制贴上 马上跑出来 马上跑出来 那它是一个免费软体 各位也可以安装试试看 那我现在呢 那我现在呢 稍微带各位呢 做一下的是那个 Gpower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Gpower的画面 这个Gpower的画面呢 它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视窗 它 你跑出来 你把它点选以后 它执行以后 就长这样 那第一个你来看 我们如果现在要来算一个就是Proportion比例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在哪里呢 它在Z 好 然后呢 第一个你一定不能错 很多人会跟我说 他想要的那个统计分析方法 他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就是在第一个TestFamily那里就选错了 一旦这里选错了 你一定没得选 Z 然后这里的统计检定方法下拉 下拉 好 好 来 那各位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一个Proportion difference 有没有 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Proportio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你可以看到 来 所以我们就选了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 来 这里的Type指的是什么呢 Type指的来我们下拉给各位看一下 Type 第一个内定的话就是它假设你要算的就是样本数 你要算的就是simple size 就是我们刚开始在规划 我要确定一下我收案要收多少 好 好 那大家比较常用到的要不就第一个要不就是哪一个 倒数第二个 你看一下倒数第二个是Posthoc 好Posthoc什么意思 事后了啦 已经事后分析了 那什么叫事后分析 就是我刚开始也没有交代样本数这一回事啊 好 我已经收案收完了 我也做完分析了 我投出去了 那review就會问你 来请问一下 你告诉我这个 你这个结果非常的significant 那请问一下你的power有多大 这就是那时候用 有没有问题 这叫Posthoc 我的样本都收完了 现阶段的样本之下 我的简定力 我的power有多大 这个叫Posthoc 这个叫Posthoc 在现阶段的样本之下 我的简定力有多大 好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 第一个 我如果要简单的估算样本 好来 接下来各位看到 这里有一个tail 各位注意到 这个tail就是牵涉到简定的 单尾或是双尾 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理由 要不然一定是用双尾 除非你有比较特殊的理由 特殊的做法 单的方向 要不然一定都是双尾 一般的 一般的研究一定都是双尾 好 接下来这两个 我想各位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 Proportion 2 依照这个例子 是0.67 对不对 好 Proportion 1 我讲过 他差11 就是impline 这是0.56 alpha 0.05 power 0.9 好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他问你两组 你要 你要不要1比1 你这里打1的话 他就是1比1 那2的话就是1比2 以此类推 好 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让他calculate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好 就算出来了 我1组要410 2组要820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ower 0.9之下 我设定power是90%之下 所估算出来的样本数 好 那么现在的这个问题来了 现在这个问题来了 那很多人就会说 哇 那这个 我估到这个power 90%的话 我竟然需要到800多 这个我收不到 那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说在不同的 设定之下所对应的需要样本 它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所以各位看到 其实Gpower不光只是帮你算出这个值 来 还有一个sy plot 点进去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我as a function of power 从 0.9 一直到 0.95 他帮你去算不同power的设定之下 需要多少样本 好 画图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就画出来了 所以透过这个图 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今天如果power定 0.7的话 我两组加起来 其实500以下就好了 但是0.8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上升的一个幅度呢 就非常非常快 甚至到0.9以上呢 就要800多 这差异非常非常大 这差异非常非常大 各位可以 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稍微操作一下 那一般你在估算样本的话 你一定要有不同设定之下 他所算出来的样本数 你还可以去设定一下 刚才 刚才我这个操作是怎样 是按照power再改变的 那个下拉可以改 下拉各位可以改一下 你如果不要按照power改变 你要按照其他的数值来改变的话 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那稍微给各位三分钟 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下次你自己的研究 你才能 你才能去做出来 好 好 好 那各位稍微看一下 你都可以改那个设定 这个我现在用泡文 你可以改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泡文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其实 其实 其实在这个例子 各位马上就 你其实 就马上就发现一件事了 这个例子 是什么类别型的outcome 对不对 所以他用比例 proportion 其实你要有一个观念 你只要outcome 是proportion的这一种 你算出来样本数 绝对不会太小 你看一下算出来 那个少少的人 你都要打一个问号 你回来自己再试算一下 就知道了 proportion的一定不会很小 因为你知道 他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 那什么的才会相对比较小 你的outcome 是continuous 你算出来 sample size 才会比较小 那个才合理 你如果看到 让人家proportion算出来 还小小 那个就有点 有点奇怪 哦 我们都可以去检查 这个部分 好 应该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去改这个的话 改这个的话 那你比如说 来p2 p2 p2 那p2 从多少到多少 p2 0.1到0.5好了 好 好 来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p2 其实 关系到的就是我的effect siz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曲线 马上就变了 好 你可以看到 我的effect size 如果射到 0.0 你看 从我的effect size 一直变一直变 如果我射到这个0.4 的话 你看到500以下 到0.35 到0.3 它其实 effect size 越射越大的话 你样本数 越来越小 那这个也是 有可能你要画的一个图 你到时候 可能也要跟人家讲一下 我effect size 在不同的设定之下 我需要的样本数是多少 那刚才的操作 就是下拉选单 这里而已 那为什么要写这个 给各位看就是呢 你在调那个p2 等于是在 调你的effect size 调你的effect size 好 好 那这是 刚开始的 这个类别型资料的一个例子 类别型资料的一个例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来 我们来看 来 我们来继续的来看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 这里呢 是算出来样本数的一个描述 好 那一组呢 大概需要有多少人 好 大概需要多少 这个也是标准的写法 通常样本数 好 样本数估算的一个写法 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你的total 一个是写一组有多少个 好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 各位马上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写说 我每一组呢 有多少个人 那去侦测一个什么difference呢 百分之十一 好 这个difference百分之十一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 假设呢 在control group的preference 是多少 那你的power多少 好 好 那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好 一定要写清楚 那 除此之外 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 这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可能也需要去控制 我们可能也需要去控制 那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今天你做的study 有极大的可能会 dropout 中间就不知去向 做一做就不知道去向 不知道它后面怎么样的话 好 你在估算样本还要把dropout rate算进去 好 假设以一般的study来说 我们的dropout rate会 假设百分之十到十五 当然你说你会不会设到二十以上 我通常不建议你设到二十以上 设到二十以上 表示你那个研究做的不是很好 追的不是很好 那假设 中暗rate 百分之十五好了 百分之十就好了 正常状态下大部分人的研究 大概都百分之十以内 百分之十好了 那如果说呢 再把这个考量进去的话 这里需要的样本 每一组 好 好 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里的一个算法 那如果说呢 你假设他百分之十的dropout rate 就是一般我们讲missing 那么你的算法就是 原来算出来的数字 假设是428 除以0.9 除以0.9 所以还要更多一点 还要更多一点 好 好 那各位稍微稍微注意一下这边 稍微注意一下这边 那有关于我们的样本数的一个设定 你刚开始的估算部分 好 好 好 接下来 第二个例子 好 让各位有感觉一点 连续的 连续的 连续的话 他比的就是平均值 他比的就是平均值 好 那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好 既然他比的是平均值的话 那么接下来 来 我们来看到好 我们需要设定的就是什么 连续资料 我除了命之外 我要设定 stand deviation 标准差 我要设定标准差 我要设定标准差 那 这是 它跟类别型资料比较不一样的点 比较不一样的点 那所以呢 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里的一个 min 跟sd 好 来 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例子里面 来 新生儿的体重 那体重是连续型资料 体重是连续型资料 好 来 各位可以来看到 来 百分之 这个0.05呢 跟power 我就不变了 我这个 我这个都没有改变 我这个都没有改变 各位等一下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你把它做一个变动看看 好 那第一个来 各位可以来看到 stand deviation sd 好 标准差 500克 stand deviation 500克 stand deviation 好 最少的 效果 这个就是 difference 因为你现在是连续型资料 好 180克 就叫做 有差异 好 好 好 各位注意到 好 好 那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呢 基本上我们在算连续型的样本数的时候 这两个就很重要了 你一定要有标准差 一定要有平均数的差 你才有办法 你才有办法去估 那通常呢 有些软体 你会有些 tap 他会把这两个再把他旁败起来 这个叫 cohensd 其实你有这两个就可以算了 等于 500分之 180 等于 0.36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cohensd 有些时候你在tap 里面会看到cohensd 这个东西 那这个指的就是呢 他的效果量 0.36 0.36 那说出来呢 他就是把 mean difference 除以标准差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你不要把它想说 好像很难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他也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他其实就是 平均数差 除以标准差 就是这样而已 平均数差 除以标准差 那么 各位就注意到 你看 这个相差180的话 他只要有这个difference 就可以了 difference就可以了 他倒不见得需要 两组的平均值 各是多少才能算 好 那所以呢 各位注意到 这是连续型的资料呢 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连续型资料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各位就可以看到呢 因为他差180 那我们呢 其实也可以去设定说 我的实验组 好 3380 好 好 我的 好 3200 好 好 这个新生额相差 180 180 好 那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多少 倒是无所谓啦 他主要都抓他的difference 而已 所以 来 我们可以来看到 来 我们可以来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的g power 我们的g power 好 那test family 在连续型资料之下 要选哪一个呢 t test t 检定 好 然后下拉 各位可以看到 means difference 好 那接下来呢 各位可以来看到 两组的差距 来 那一样我们要算样本数 来 双围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这里直接输入 effectsignsd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其实我直接输入0.36就可以了 我把法储停在这里 各位应该有看到 他有给出一个建议值 那这个建议值是Cohen 在1988年给出来的建议值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任何eformation都没有 你也没有去查到配合的话 那么 你的 effectsignsd 定0.2就表示 它是效果非常小的 定0.5代表是中等的 定0.8以上代表很大 差的很多 差的很多 好 所以各位注意到 所以一般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的information 有些人会定0.5甚至0.2 你定0.2大概比较没有人要质疑你 定0.5的话不一定 他会问你有没有 因为你定小的话 你算出来一定很大 样本数相对会很大 你看我法储停在这里 我没有去懂他 那所以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这里就可以输入 0.36 0.36 好 那套我0.9 来看看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来一组164 总共要328 好 甚至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Effect Size今天如果不要定 0.36 我定大概定中间的0.5 给各位看一下 你的样本数就会下降的非常的快 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一般连续型的Ocon 你会发现他算出来样本数相对会比较小 相对会比较小 好 好 来 这个 有没有问题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连续型资料 那么这里 有一个Determine 各位可以看到 在左边这里有一个TW 按下去 好 那Determine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有原始的每一组的 min跟SD 好 我就可以把它输入 我就可以把它输入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好 好 那各位呢 就可以这样输入之后 来做一个计算 好 来做一个计算 好 那 那这个呢 大家呢 可以去练习一下 好 那这个 如果说之后了 之后你有 你有这样的一个 需要的时候 那各是多少的时候 比如说都是1 好 都是1 你就可以算看看 0.36 0.36 好 那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就让大家练习一下 那 我讲过 连续型的 其实你可以直接算出 这个一个SizeD D就是 平均数差 除以标准差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那 这些值 一样 一样我要提醒各位 这些值都要有依据 都要有依据 你不能你想设定多少就多少 这个 这个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这个部分 好 那这是连续型的资料 稍微看一下 连续型资料的样本数估算 连续型资料的样本数估算 好 那 最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连续型的例子里面呢 他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最终呢 你可以看到 326 326 那去侦测180克的差距 然后 Power 0.9 Alpha Significant Level Alpha定 0.05 那标准差是500 标准差是500 好 好 那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练习一下 有没有问题 好 看一下 这几个参数的设定 看你在 观念上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各位可以稍微 试一下 熟悉一下 GPOW 这个软体 他可以 他可以点选的部分 其实也不多 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 再来跟各位带其他的例子 让本书估算的例子 好 接下来 Klar